废弃的國小被前一晚的狂風暴雨 清洗到灣區變形 樹木和土石也散落一地 米塔颱風來襲 桃園復興區成為全台 10月1日唯一停班客的地區 只是同在桃園放假卻不同調 民眾覺得合理嗎 合理啊 你看他們地區的一些環境 一些環境就不太一樣啊 每次颱風來他們就受災害比較多啊 因為現在人就是有問題 桃園市長鄭文燦前一晚在臉書宣佈 除了復興區 桃園其他地區都正常上班上課 讓市民灌爆臉書 怒嗆 復興鄉獨立了嗎 更有人大罵 復興以外都不是人嗎 不過桃園市早上5點半 已經脫離暴風圈 無風無雨 讓鄭文燦說 今天不放假很正常 復興區的放假 是由民選的區長 那根據氣象資料來決定的 那復興區因為山區疑似比較大 所以區長決定要放假 全台灣大部分地區都沒有放假 只有少數的山區的鄉鎮有放假 這很正常 再度上演颱風下一事兩制 鄭文燦強調是尊重地方區長的決定 因為桃園市復興區 位居山區 因此每逢颱風下大雨 災情都比較嚴重 當地里長翰明帶也出面壞家 就是把上面的土充了到馬路 就在青色方面就有安全顧慮這樣子 所以說今天放假也是針對這個原因 它連續地放這兩針的架 就是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對 那個路的安全性 有關乎到我們人民來看 米卡颱風已經遠離台灣 桃園市復興區多放一千颱風下 雖然引起質疑 不過以民眾的安全 才是放假與否的最高標準 歡迎新聞陳明燕 伊莉婷 桃園報導